发放的时候搞明白一个原理 人是一个三角形 从头到脚 他牵扯了一个什么呢 当对方紧张的时候啊 咱不说放松 放松是没办法的 紧张的时候 人是一个刚性结构 什么刚性结构呢 就和我摔跤带动他重心一样 他的重心是很容易被控制的 第一你可以往左带他 这时候他会牵张 他只要使行劲 前提是使行劲 怎么使劲咱一会再说啊 第二你可以往后推他 第三呢你可以往前拉他 第四你可以往后发他 主要是在这种状态下 那么他是很难打出拳来的 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 因为他自己的重心都控制不住 他可能他想想抽手 抽手你离他 你离他更近一些 是不是 所以这是传统武术的一个意思 我们如何通过手臂的接触 去控制住对方重心呢 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所以产生了持手 永春的持手 太极拳的推手 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 传统武术的东西 是控制对方的重心 那么这个重心如何控制 就通过两个方式 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有任何的疑惑或者问题 欢迎加屏幕下方的微信号 实用行义 进入我的研讨群 我们共同进步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